歡迎收看 健康好簡單 首先歡迎今天的四位專家 今年是榮年喔 按照習俗來說 榮年是一個大年份 為什麼呢 很多人希望在榮年可以生個 榮子 榮女 那麼尤其去年喔 這個民國一百年 生孩子的比例越來越高囉 到了今年也有很多人想要 生個健健康康的孩子喔 那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的話題呢 就是怎麼生個健康寶寶 代產學問也很大 那我們知道呢 懷孕的有十個月嘛 懷胎十個月 正常是十個月 那有分做初期 中期跟後期 那會有哪一些的症狀 來 我們請周醫師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我們在懷孕期間分三個時期 譬如說我們初期 譬如說到12個禮拜 從0到12個禮拜 然後12個禮拜到28個禮拜中期 然後再來是後期 每一個時期的症狀都不太一樣 症狀也相當多 我們舉一些重點來講 譬如說在懷孕的早期 最常常會看到什麼東西 媽媽可能會覺得下腹抽痛 最早的時候 下腹抽痛 對 偶爾的時候它會出一點血 那分泌物會多一點 有的人會有一點噁心 嘔吐 事實上很多媽媽這時候覺得 最困擾除了噁心 嘔吐以外 常常會有頻尿的症狀 尤其半夜一直要起來 一直要起來上廁所這樣子 到了中期以後 可能是到一個比較輕鬆的時期 因為這些頻尿的症狀改善 噁心 嘔吐的症狀改善 肚子也比較輕鬆 可是它這時候會開始會覺得 小朋友會在動 開始20週左右就覺得 有胎動 開始有胎動 然後慢慢的肚子大了 開始會有一些 腰痠背痛的一個症狀 這些症狀還不是很厲害 到後期的時候 這些症狀就特別厲害 後期的時候 腰痠背痛會很厲害 然後便秘 痣瘡 靜脈曲張 甚至頻尿的症狀又回來 中間三個月不太有 後面三個月又有一個頻尿的症狀 所以每一個時期的症狀 都不太一樣 很多的媽媽 會受到這些症狀的困擾 這種情況就是 可能要先做好一些預防的措施 我有朋友 從懷孕開始就吐到最後 也滿慘的 所以這是每個人狀況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這樣不同的時期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舉例來講就是說 我們在講大家都知道 懷孕以後 醫師會叫你補充葉酸 事實上葉酸是在打算 懷孕之前一個月就要補充 就要吃了吧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什麼時候懷孕 什麼時候該開始吃 所以就是說你沒有避孕 打算要懷孕 就要開始補充葉酸 就要開始補充葉酸 很多人不知道葉酸要幹嘛 吃一種維他命B 它可以減少 我們知道很多小朋友很多缺陷 一個很嚴重的就是無腦症 脊椎裂開 現在很多的數據認為就是說 你補充葉酸 這個機率可以降低七成到八成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維他命 另外懷孕之前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譬如說糖尿病假狀牽涉 對小孩子影響很大 你體重要控制太胖的人 第一個不容易懷孕 第二個懷孕以後問題很多 再來就是說 你在懷孕之前 你可能要適當的運動 很多我們台灣很多的媽媽 我們在臨床上看到很多 小孩子快升下來 再用力再用力 他就告訴你 我真的還是沒力氣了 因為我們的體育科都不見了 所以你如果說打算要懷孕的話 控制體重運動 這是要做好 懷孕的一個期間 早期我們可能要注意就是 藥物的一個使用 定期的產檢在三個時期就是說 現在我帶一個手冊來 對 每個孕媽媽都會有這一本 所以我們的手冊很好耶 裡面你哪一個時期 這裡譬如說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你要注意什麼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我們的國家都幫你做好了 就按照上面的步驟 對…照表超課 通常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懷孕前的話 葉酸補充的話 先從所謂的一個綠色蔬菜 或是所謂的有顏色蔬菜 通常一天要吃到所謂的 大概1.5碗到2碗的蔬菜 如果說在所謂 葉酸補充不足的情況之下 可以請婦產科醫師 做所謂的一個 葉酸補充劑的補充 好 那在整個懷孕過程裡面 在初期的話 零到3個月的時候 其實會像剛剛 其實周醫師有講到的 會有一半的一個孕婦 會碰到所謂的 噁心嘔吐這件事情 那在如果他有 這樣子的反應的話 我們會告訴他說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能採取少量多餐的一個方式 可能比如說三正餐 然後三個點心 那晚上的時候 就是在宵夜的時候 這個是針對體重 比較正常的一個孕婦來講的話 晚上宵夜的時候可以給一杯 比如說像是低脂的溫牛奶 或是說一杯熱的豆漿 避免它早上起來 會空腹血糖太低 也會產生噁心嘔吐的一個狀況 那早上的時候 其實你在床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吃一點乾的東西 比如說像全麥吐司 或是餅乾的部分 讓你的噁心嘔吐感比較減少 那這是一部分人可能會胃口不好 然後體重可能沒有這樣 上升得這麼快 但是另外一部分的人呢 可能是那一種就是 就像你剛剛講的沒有什麼問題的 可能在初期的時候 懷孕大家很開心 是一家子的事情很熱鬧 然後婆婆媽媽 可能就會給她很多燈 會給她開始補了 對 會開始補了 然後這時候就會告訴大家 我就會提醒他們就是說 你要先看看你運期的體重 是不是屬於在標準 如果不是在標準的一個狀況 因為它有個計算BMI的一個計算 那如果你是在標準的話 整個運期大概控制10到12公斤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 所謂的一個肥胖的一個部分 大概我們會控制在7公斤到10公斤左右 這個部分可以請醫生再做評估 那所以初期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叫做種植不重量 就是說你不是吃很多 但是你要把你的品質拉高 那這個補充上面來講的話 如果還沒懷孕前的話 是400微克 葉酸是400微克 但是一旦懷孕的話 你還會再加個200 再加200 那這時候你的葉酸的量提高 表示說你蔬菜的量可能要提高 蔬菜量提高的情況之下 本來一天剛建議 可能是1.5碗到2碗 我們會建議可能提高到2碗 甚至於到3碗 但也可以預防你在第二期的時候 便秘的一個問題 那你當年蔬菜吃得多 你水分也要喝得夠 才會有一個排便的一個動作 然後在所謂的一個葉酸部分 我這邊有幾個三個蔬菜 其實它葉酸含量還滿夠的 就是所謂的 綠花椰 對 綠花椰 菠菜 或是蘆筍這一塊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所謂的初食 為什麼要講到初食也是育 也是要提高纖維 初食裡面我們會建議3分之1的來源 其實符合現在 其實衛生署建議的飲食指南裡面 要有所謂的顴骨跟心類 比如說像小麥 全麥這種 第一個就是說 它除了纖維高之外 它綠生素B群也很豐富 可以幫助你的孕婦就是說 在孕吐 或是所謂的額鮮火肚這一塊 可以有一點的一個 改善的作用這樣子 另外就是說 可能在蛋白質 心的部分 它不用額外加 所以我這邊為什麼要講到 因為很多媽媽可能會覺得說 我懷孕了 它胃口又很好的時候 它就會提高它的肉類 或提高它的熱量 其實在第一期的時候 它是熱量跟蛋白質 其實是不需要額外再增加 它只要照一般的飲食 然後體重大概控制在零到 甚至零到2公斤中間 其實就差不多了 那其實有些人 因為孕吐的關係 他反而前期體重還下降 其實也不用太大驚小怪對不對 對 其實不要說降到就是說 可能它有一個公式吧 我記得是不要降到前 你之前的體重多少% 其實就還不用擔心 我通常會用個小片 看裡面的同體的一個量 你如果身體到一個 飢餓的狀況小片 我們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信號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會 譬如用點滴或用怎麼樣的情況 來幫你補充一些營養 OK 好 那這個營養了解了之後呢 很多的孕媽媽其實 最擔心的就是小產 什麼 到底什麼原因會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醫生檢查說你可以開始運動的 那一刻開始 其實你就可以接受 各種不同的運動 可是唯一有一個運動 是大家要小心的 就是不要做腹部運動 還有一個很簡單的